開始之前 請同學一切大聲招呼 各位同學早安 校長早安 老師早安 同學早安 將時仁加美負責老師 再一次歡迎同學同學 今天是常常是班長的時間 亦都是日一分享的時間 看到上次跟大家分享過 關於溫習、學習的過程 其實不單止是知識 我們都會學習一些整理、表達的技巧 今天想跟大家講另一個課題 也跟學習有關 就是關於分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我想有些老師很記得的 有些同學應該都知道 之前有一句說話 我們不說 就是求學不是求分數 就是有沒有聽過這句說話 其實有時候聽到這句說話 我看到同學的演繹 有時候是很過分地 簡單化或者表面化 因為聽到這句說話 好像很開心 我真的聽過同學跟老師說 分數不要緊 低分都不要緊 因為求學不是求分數 如果這樣說的話 我覺得好像表面一樣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今天我們說 工作不是求生金 校長、老師的工作都是很有意思的 但你可以問一下老師 問一下我們 可不可以這樣說 去你的身金 我覺得是不可以的 或者可不可以說 跟校隊的同學說 比賽不是求勝利 所以就不要緊 輸了也是很重要的 或者教練可以去到決賽的時候 有很多後備沒有出過 不如今天決賽 一次我們出了後備 我相信不會這樣發生 所以當我們去理解這句說話的時候 其實求學不是求分數 分數不是最重要 或者不是單一我們需要去求的東西 但不代表它不重要的 所以我很希望今天這個位置 希望我看到同學 將來你拿到分數的時候 你有一個比較盡視的態度 因為有時候 真的會狡不狡見到一些同學 派完結之後 大家在那裡鬥低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什麼 雖然沒有見過這些情況 哇 我多少分 我還低啊 這樣 不要這樣 但是這樣是不對 老師看到 就應該要跟他們去談一下 讓他們對分數有些正確的看法 但是話說回頭 為什麼有這樣的說話出來說 同學不適合分數 其實我想當時都是說 希望同學不要太大的壓力 拿著分數做一些沒有意義的比較 但是其實呢 分數又有它自己的意義 我們可以有意義地去看待這些分數 我今天就有兩個向導跟大家去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 其實我們都經常提了 分數可以幫我們做一些檢視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的分數是反映著 你的評估的內容 有多少你是掌握 有多少你是不掌握 所以其實當你不檢視 不看自己不掌握什麼內容的時候 或者不掌握什麼知識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你是會一直累積下去 是不是 如果你想想 如果你這件事不懂 過了考試算了 過了測驗算了 其實你不懂的東西 一直都會繼續不懂的 你會突然有一天去認識的 這個是尤其是 我想對高中的同學很重要 高中的同學 比如中四 你不要想著 中四 過了一個統差 或者過了一個first time 不懂那些東西 那就算了 其實將來你去到中六 DSE 的時間 你一定會再面對這些內容 所以呢 其實去到高年班 你對那個檢視越來越重要 分享一點點 我女兒怎樣去溫習的 我說比如小學 數學 其實我們會幫她 拿回平時的測驗出來 然後只是看回 這些題目 你已經認識了 那些看一看就認得了 那哪些是當時的測驗不認識的 其實我們就要她學分析 然後就集中做回那些的題目 令她去認識那些東西 所以其實你不要學聽 平時的測驗分數 其實分數如果不好的時候 反映了可能你在某些內容 不可以 其實她幫到你 將來考試的時候 你集中一點去溫 那些題目 我們經常覺得 考試的範圍很大 那你就 能夠透過那邊 你縮窄的範圍了 那除了檢視之外 第二 就是剛才說的 不要做一些 沒有意義的比較 但其實呢 有一些比較是有意義的 那 第一 你可以 跟自己去比較 這個跟自己比較 就是可能你的分數未必很高 但是當你能夠有進步的時候 哪怕你是由30分 進步到40分 其實這一個 雖然可能都還是 在班裏面 你的分數可能是低的 但是你知道自己呢 進步的 其實我們是很欣賞 每一位同學的進步 所以剛才王國學長說 我們一直說 點一步的獎勵計劃 一路的希望和 重視你 少少少少的進步 累積起來 就成為大的進步 所以我們在學期 給班製的行業的獎項 也都不單是高分 也都會說 有進步和 我們其實是很開心 很欣賞你 所以第一 這個跟自己比較 每個人都可以不斷地進步 第二 我向我有意義的比較 第二就是 其實你可以和自己的目標去比較 但是這裡呢 尤其是高中的同學 因為你的考試 不再是獨閒在學校裡面 中四、中五、中六 大家明白 你將來考的是DSE 和全黨的同學一起去考試 那什麼叫做一個好的分數呢 其實 每一個科目 每一個level 中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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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五 其實大致上 老師都掌握 要拿到一個怎樣的分數 才可以拿到那個等級 所以這個呢 其實給你一個目標 就是你看著分數 就知道自己的目標有多遠 就變成我們就不只是看著自己的班 或者是自己的級 或者是自己的學校的同學 就是舉個例子 就等於就是 如果你參加的是陸運會 那你可能去看的就是 我和那個派國旁邊的那個呢 但是如果當你是參加一個學界的田徑比賽 那可能你需要的就是看一下 原來學界的田徑比賽呢 大致上呢 我考到幾多秒呢 就是一個所謂的達標的水平 考到幾多秒呢 就大概有機會拿到頭幾名的這樣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分數的檢視 或者這些標準的檢視呢 其實都很重要 就等於好像跑過一樣 我們當考完一次 留學了 知道自己咦 未夠快喔 未夠那個標準 那你可以再念 念到呢 接近為止 那其實 考試測驗和分數呢 都是扮演著這個 這樣的功能 那這個呢 希望同學 可以去 就是更加呢 就是透過分數呢 你們可以有些的做事 那最後呢 我想和大家去 就是有一個劍去分享呢 就是 那你可能覺得 藝俊兩次校長 講到很多學習的東西呢 好像都 挺辛苦喔 很多東西要想喔 要反思喔 又要檢視 的而且是這樣的 最近呢 又有機會 就是跟一個校友 會聊天 他回來看看我們 那呢 就是 就是 他都讀了藥肝的連任 其實他成績一般 因為 他都讀了一百年呢 才畢業的 那 那 現在他那個情況呢 也都未必是很理想的 就是 他在做一個 侍應 那都是一個 正經的工作 靠自己的雙手去 就是 養活自己 那我都問他 我說 咦 你回來 聊天 我說 那你現在回到來 再看回頭 你有沒有些什麼 遺憾 你覺得是層珠 那呢 他又告訴我 他說 他叫我放場 因為我在教 他說 其實呢 我也真的覺得 自己不太喜歡讀書 所以呢 再回頭 看多一次呢 我都不會讀得 非常好的難度 不過他又說 一點很重要 他就說 他說呢 現在衝到來做事呢 他覺得 要給他 拿著看學校呢 他會珍惜 每一個思考 立業的機會 他說呢 過往在學校呢 他覺得自己 用腦筋去立業 看得太少了 就是 很多的 覺得 煩的東西呢 就不去立了 覺得呢 有誇達的東西 就不去解決了 那這個是他給我的一個 短短的一個 我都會 借回他 給大家 有時候 我們在學習的過程呢 是會 要讀倒筋 是要辛苦 是要花力的 但是 這些東西 我們 在中學階段 能夠做到的時候呢 其實 對大家的將來 無論你繼續讀書 無論你工作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當你不習慣思考 不習慣去到 你真的為自己去想的時候呢 到你要做的時候 你會發覺很輕 那希望大家呢 都是一個 能夠呢 去反思的人 也都不透過我們 日常測考的分數 去檢視的時候呢 能夠成就更加多的進步 好 那今天呢 分享到這裡呢 跟大家一個祈禱 所以我去 感謝你 給我們 都能夠一起回來讀書 感謝你呢 給到我們 同學 在不同的方面 我們都有很多的場合 我們剛剛看到有同學 你得獎 我們去公學他們 也都更加投注你呢 給我們 我們能夠 多去 真是去思考自己的學習 而不是呢 每一次過了一些的測考 就好像過關就算了 然後呢 給我們更加去想到 自己的成功 目標 或者自己的能力 其實可以做到多少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 向著這些的進步 向著這些成長 的盤進 向著你去保測 我們今天的學習 祈禱奉明書 經驗的領舊 那 那 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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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